天氣的確很難預測 開港也有說 天有不測之風雲 似乎大家又很難把整個責任 全怪在天文台身上 雖然說話是這麼說 大家對天文台這次有怨言 絕對是可以理解的 連續兩天以來 他們都被網民炮轟 天文台前日早上11時45分 發出了一個黑語警告 跟著他的Facebook專頁有關的貼文 去到昨天下午4點 就有近3,700個憤怒的符號 天文台昨天清晨6時40分 發出了8號風球的貼文 至昨天晚上大約是11時左右 就吸收到4,360個憤怒 和3,800個留言 大多數都是批評天文台的 當中有人留言 重提上星期五 橫風橫雨 大部分人都需要上班和上學 質疑理應掛8號風球 或者黑語的時候 天文台就不掛 間接令塔棚意外中的女工身亡 有質疑星期六 風平浪靜走去掛8號風球 究竟天文台是否因為星期六股市優市 才掛8號風球 夜餘他們做了一個財經天文台 再加上熱帶風暴 獅子山的移動速度 又真是不似預期 天文台預測它昨天下午 下坡的時間就失準 最終半天之內就六度更改的預測 終於在今天下午2時20分 才取消所有熱帶氣旋的警告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另一個熱帶風暴 懸規 預料在星期一至星期二 就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的範圍 而且還像獅子山一樣 會遇上東北季後風 廣東沿岸風勢會再度增強 預料會帶來大雨和狂風 剛剛離開了熱帶風暴獅子山 破了兩項紀錄 首先它持續帶來大雨 天文台在前天錄得329.7毫米的雨量 打破了10月以來最高的雨量紀錄 昨天早上發8號風球時 獅子山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560公里 天文台有紀錄以來 風暴距離香港最遠的8號風球 你沒有聽錯 天文台有紀錄以來 風暴距離香港最遠的8號風球 上一次最遠的紀錄 就是去年在香港現南 大約是440公里略過的熱帶風暴 獅子山這個風暴的名字改得好 獅子山真是變幻莫測 天文台前天預料昨天早上 是維持3號強風信號 但是昨天凌晨4時40分 預告會發8號強烈風或暴風信號 在6時40分掛了8號風球 至昨天早上8時45分 天文台預告會考慮在下午初時 會改掛3號風球 但是到了早上10時45分的落波預測 延遲到下午 其後又接連推遲到下午至黃昏 然後變成黃昏前後 然後再變成晚上 在昨天傍晚6時45分的時候 預料會在午夜前維持8號風球 但是到了晚上10時45分的預測 就變成這樣寫的 8號列風或暴風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 沒有再提及維持的時間 會是維持多久 真是沒辦法知道天文台究竟是在做預測的工作 還是在做實測的工作 天文台連番更改預測 當然會引來市民的不滿 大批市民在天文台的Facebook專頁留言 批評他們只會實測 不會預測 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任國還解釋 獅子山的外圍環謀港闊 前晚預測3號風球可能在昨天早上維持 但其後看到實際情況 香港風力上升的趨勢 而且獅子山移動門晚 一開始發出8號列風或暴風信號時 獅子山距離香港560公里 但下午和香港的距離反而是收窄至520至530公里 他說需要等待香港風力有明顯減弱趨勢 才可以改變信號 不過大家都是發了爐騷就算了 天文台綜合最新的資訊 修正天氣預測 有時候很難做到不擾民 都是會擾民的 而且發放的訊息也未必符合公眾的期望 但始終都是那句 掛風球都要以安全至上 如果有客觀的資料需要修改以前的想法 硬著頭皮都要做的 總好過為了面子 不更正自己先前的一些預測 這就更加不妙了 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 也有替他們說話 他說如果熱帶風暴遇到季後風 有資料只會產生疊加效應 他說如果季後風有跡象加強 香港感受到的風力又會加強 所以需要更高的風球警示 詩子先生 今天仍然是為我們香港帶來不穩的天氣 天文台說明天的天氣會好轉 大致天晴 但這樣 星期二晚就會再有幾陣的狂風遇雨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淑明說 另一個熱帶風暴 原規 我們先前提過的原規 雖然現在距離香港仍然是教遠 但未來兩三天會慢慢增強 還會去到呂宋海峽一帶 預料在這個星期的中後期 或者會橫過南海的北部 加上東北季後風的共同影響 廣東沿岸的風勢會再度增強 又會有大雨和狂風 天文台昨天下週 一時發出了一個黃色暴雨警告 昨天有網民分析說 香港昨天的暴雨令我們的風勢加強了 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母 有一個解釋的說法 熱帶氣旋的雲團是很高的 氣溫很低 當它下大雨的時候 雨水從天這樣降下來 有一股下激的氣流叫做downburst 衝落地面 然後散開 形成了額外的風力 令到原本向下的運動變成一個平面的運動 它又說風力和原本的季後風 和熱帶氣旋疊加在一起 市民就會感受到風力是更加強的了 這次藉著獅子山我們又可以學到多些冷知識 這一陣子大家都是小心留意天氣的變化 做好準備才出門口 就較為穩妥一些了 香港現在畢竟都是過風大雨大的時候 我們回到天氣旅行 比我終於會感受到天氣旋疾病 還是快就等了 埃球 遊獨立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